在现代海军舰队中有着一种被称为海上卫士的舰艇 它就是护卫舰 护卫舰实际上主要就是用来进行侦查巡逻以及警戒等任务的舰种 深受各国海军的喜爱 今天咱们就来一起看一下这几款护卫舰 新来的观众不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 订阅加关注永远不迷路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TOP9成功级护卫舰 该级舰是台湾现役护卫舰 平时负责台湾海峡海域的侦巡任务 该舰全长138米全宽13.716米吃水6.7米 动力系统为两具通用公司的LM2500燃气涡轮引擎 它是一款高性能简单循环双轴发动机 采用模块化设计 易于安装和维护 最大航速29节 武器方面装备有一座MK13MOD4单臂导弹发射器 四枚RIM66标准一型 MRBlock4B中程防空导弹或者鱼叉导弹 两座双联装雄风二型反舰导弹 两座双联装雄风三型反舰导弹 一门76毫米单管快炮 两门伯夫斯40毫米70倍径单管快炮 一座MK15密集阵进程武器系统Block1EA-EB 两具三联装MK32型水面舰艇鱼雷管 以及六枚MK46型鱼雷 两艇12.7毫米M2波朗宁重机枪 整体火力装备还是不错的 不过就是有的武器比较陈旧 Top8南非勇猛级MEKOA200护卫舰 该级护卫舰是南非海军主要的水面舰艇 它在2003年9月由布洛姆福斯造船厂交付给南非海军 该舰全长118米 舰宽14.8米 满载排水量3600吨 动力系统采用一组柴油机和燃气轮机 加喷水和精确推进器 两台MTU16V 1163TB93柴油机 驱动两具可调罗具螺旋桨 一台GE LM25002万千瓦气轮机 驱动一套喷水推进系统 舰上配有四台柴油发电机 为全舰提供电能 扛速达到27节 武器装备包括一门联合防务公司的 MK45 MOD2 127毫米舰炮 两门30毫米MSI机关炮 6部324毫米MK32 MOD5鱼雷发射管 两部洛拉尔海克尔六管 固定式MK36右耳发射装置 和两座四连装反舰导弹发射装置 防空导弹为海麻雀MK48垂直导弹发射装置 总体来看的火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Top7南森级护卫舰 该机舰由西班牙IZAR集团成造 配备了美制宙斯顿战斗系统 和ANSPY-1无源相控阵雷达 是世界上最小的宙斯顿舰 在2004年到2011年间陆续下水服役 代替奥斯陆级护卫舰成为挪威海军的新主力 该舰的舰长为132米 宽16.8米 吃水4.9米 满载排水量5290吨 采用燃气涡轮或柴油的CODAG动力系统 主机为一台美国通用动力的LM2500燃气涡轮机 和两台EJAR12V柴油机 驱动双轴CRP可变距螺旋桨推进 舰上的电力则由4具 NTU93612V型柴油发电机提供 最大的功率为900千瓦 最大航速是27节南森级的主要武装为 箭手的避炮位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 装备4枚驿管的海麻雀 ESSM短程防空导弹 共32枚 而ESSM导弹的火控系统 由两具挪威自制的MK82整合系统指挥火控雷达负责 其他的武器包括一门 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快速型 射速128每分钟 使用隐身塔壳 8枚位于塔状主围后方的新一代NSM反电导弹 两具324毫米双连装鱼雷发射器 使用英国BAE的魔鬼鱼鱼雷 4挺MRHB 12.7毫米重机枪等 火力配置方面是明显超越了南非勇猛级 MEKOA200护卫舰 TOP6 FREMM多功能护卫舰 该机舰是法国意大利两国共同研制的水面作战舰艇 舰体采用模块化建造 全舰由10个舰体模块 6个上层结构模块 两个围杆模块和一个烟囱模块构成 舰长140.4米 宽19.7米 满载排水量是6250吨 动力系统采用了柴油电力 燃气轮机推进组合 其中包括一台32MW LM2500燃气涡轮发动机 两台2.5MW电动机 四台柴油发电机 最大航速27节以上 FREMM主要的武器投送系统 是法制的希尔瓦系列垂直发射系统 反舰导弹方面 法国的FREMM配备了两组四连装的MM40 Block III飞鱼反舰导弹发射系统 一门奥托梅莱拉127毫米 64舰炮 一枚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 两门20毫米舰炮 两部Eurotrop TLS鱼雷发射装置 四部MIL-AS反潜导弹系统 两部EADS NGDS12管金属薄条干扰发射装置 整体火力还是相当强悍的 Top5 普罗文森级护卫舰 该机舰是荷兰皇家海军 现役主力的防空与指挥舰艇 将成为荷兰战略防御目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德国 西班牙 法国 意大利等国的护卫舰 及英国45型驱逐舰 一起形成欧洲制造的高技术防空护卫舰群 参数上该机舰的舰长是144.24米 弦宽是18.8米 池水是5.18米 动力系统为柴燃联合动力方式 两具劳斯莱斯SM-EC燃气涡轮发动机 两具瓦西兰16V26柴油发动机 两具传动轴 最大航速30节 武器装备为一座奥托布雷达127毫米舰炮 四挺.50机炮 四到六挺FNMAG通用机枪 一到两座守门员进破武器系统 五座八单元MK41 MOD9垂直发射系统 八发鱼叉反舰导弹 两具双联装MK32型水面舰艇鱼雷管 TOP4R瓦罗巴赞级护卫舰 该机舰是继美国提康德罗加级护卫舰 阿里伯克级驱逐舰 以及日本金刚级驱逐舰之后 全球第四种配备了宙斯盾系统的军舰 舰体表面采用倾斜造型 避免尖锐的棱角以降低RCS 降低红外讯号方面 主机废气排放前呢 经过运用最新科技的热交换系统 让高温的废气与外界较低温的空气充分融合 再进行排放 此外 舰身设置有洒水降温系统 能够迅速降低舰体表面的温度 舰上配备主动削磁系统 也能抵消舰体长时间受地磁影响的磁化 以降低舰体的磁讯号 参数上 该机舰的舰长是146.7米 弦宽18.6米 吃水4.9米 满载排水量6400吨 动力系统为两台通用电器的LM2500燃气涡轮发动机 两台卡特比勒3600柴油引擎 最高航速28.5节 武器装备包括一座MK45舰炮 一座马洛卡MOD2B进破武器系统 一座MK3825背径遥控机炮 6具8连装Mark41垂直发射系统 两具四连装MK141AGM84鱼叉反舰导弹发射器 两具双连装324MK32MOD9鱼雷发射器 Top3 伊万休特费尔德级护卫舰 该级舰是丹麦皇家海军立下的大型防空护卫舰 舰体全长138.7米 弦宽是19.75米 吃水5.3米 满载排水量约6645吨 动力系统为四台MTU8000-20VM70柴油机 一台舰手推进器最大航速达到30节 武器装备为一座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 一座莱茵金属的欧瑞康千禧年机炮 两具双连装鱼雷发射器 四座8单元MK41垂直发射系统 装填32发RIM66导弹 两座12列单元MK56MOD3垂直发射系统 装填24发RIM162导弹 四具四连装鱼叉反舰导弹发射器 综合来看呢 该机舰的武器配置要比普罗文森级护卫舰略强一些 TOP2萨克森级护卫舰 它是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军立下的多用途防空护卫舰 也是德国海军的第一艘采用模块化设计的舰艇 在具有核生化环境下运作的能力 参数上该舰全长143米 弦宽17.4米 吃水4.4米 满载排水量5960吨 动力装置为两台LM2500燃气涡轮 两台MTU20V1163TB92柴油机 最大航速29节 武器装备包括一座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 两座LMG27遥控机炮 四座八连装MAX1 MOD10垂直发射系统 装填24发 SM-2Block 3A和32发RIM162导弹 两具21连装MK49RIM116滚体导弹发射器 两具4连装鱼叉反舰导弹 四具324毫米MK32型水面舰船鱼雷管 装填Eurotrop公司的MU90型鱼雷 Top1 戈尔什科夫级护卫舰 该舰由圣彼得堡的北方设计局设计 交由北方造船厂建造 是俄罗斯海军立下的中型防空导弹护卫舰 舰体设计新颖简洁 隐身程度高 采用单烟囱设计 只配备了一个大型的封闭式塔状围杆 参数上 该舰长135米 弦宽16米 吃水4.5米 动力系统为两台M90FR燃气涡轮 和两台10D49柴油机 最大航速29节 武器装备包括一座AK192130毫米舰炮 两具3S14U1八连装反舰导弹垂直发射器 装填SSN26或者PG10反舰导弹 两具14连装鲁道特垂直发射防空导弹系统 每管可以装填一枚48N6系列远程防空导弹 或者4枚9M96E12中程防空导弹 或者16枚9M100短程防空导弹 将从第6艘起 在尾部增设4组4连装鲁道特垂直发射系统 装填64枚9M100进程防空导弹 原先的鲁道特改装的9M96E12远程防空导弹 和口径NK巡航导弹 4具固定式的533毫米鱼雷管 可以发射鱼雷RPK-9反潜导弹 两座帕尔玛炮弹合一进程防御武器系统 综合火力要远超过萨克森级护卫舰 那么大家对这几款护卫舰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今天的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